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总 你今天心情应该不错吧 小妍 今天是怎么回事 我给你找来的人 我就料定他会叫沈子中来 你简直可以呀 我跟沈子忠说三班倒呢 你赶紧找人在这儿干活 别到时候他亲自来了 还是这么点人就麻烦了 到时候不连我也给卖了 我也在想这事 好小姐 你能不能 再帮我找一些人来呀 你是工程主管 我又不是 赶紧安排吧 别再出事了 吴红颖可是会追查到你 这才是现在我唯一担心的事 你看你一有事你就慌 真到了那个时候 咱们也只能破釜沉舟了 我跟你说 你看我 我还在那里 你呢 你不得了 我真是在那里 我还在那里 最终 今天的事 慧阳 今天的事情过去了 别再想了 赶紧吃饭 怎么能这么过去呢 我觉得这件事情 根本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慧阳 你说如果杨瑞琳我再信不过 这世界上我还能信过谁 我知道杨瑞琳是你的好朋友 但是做朋友要讲原则嘛 再说我们是做事的呀 你说对了 我们是做事情的 那做事情就要讲个根据 你说你有什么根据 这样说杨瑞琳啊 今天是我点的名啊 我知道你点的名啊 你觉得多了很多人对吧 对呀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事实 我告诉你 是因为工人三个儿等 好多工人不在哪儿上 我相信猪会计的人品 你相信猪会计的人品 你就不相信我的哥们 我的合作伙伴杨瑞琳的人品 我相信他 但这件事情我是经过调查的 我也调查过了 我是公司的老板 我不会干损害公司利益的事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不就损害我的利益吗 但是我总感觉 行了行了别老感觉了 我跟你说 有的时候感觉跟事实是两码的事 它不是一个范畅 可是我们还是要把事情弄清楚 这样才对公司负责嘛 太倔了 不过你这种仔细劲认真劲值得表扬 以后发言管大 红杨 认真是好事 但是过于认真 就变成酸牛小千了 那就不好了 吃饭 来 吃碗肉 还有木耳呢 来 肉也吃一块 给 吴总 这么早 是 我今天来这么早 就是想给大家开个会 把各个部门的工作量 再核对一下 技术员已经在现场了 请你过来一下 沈子忠 我过来给你说一下 从今天开始 咱俩就各奔东西 我在你这干不成了 刘伟连 又怎么了这是啊 你去看看你女朋友 吴红颖现在正干什么呢 你怎么跟吴红颖见面就掐 到底怎么了这是 我跟她掐 是她总跟我掐 她现在工地上 正在检查我的工程量呢 真的假的 你看你也开始不信任我了 那我就更干不成了 没有人不信任你 你先别急行吧 先喝茶 我打电话问他 快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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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啊 干什么呢 喂 蜘蛛啊 我在工地呢 我来检查一下工程量 子忠啊 谁让你去工地的 不是你听我说 我这儿有单子 工地的事 有杨玥玲跟高小颖 那各负其责 你能不能不管啊 公司存在这么多的问题 你为什么不让我跟你谈 什么问题啊 我自己心里有数 你不要再多说了行吗 赶紧回来 子忠 喂 怎么了 你不要红眼啊 你怎么样 快 快快去叫救护车 快点 快去叫救护车 没事吧 来来来来 来来来 给我扶 我看一下 快 好 那我找我 也想要赶紧回来 梅 品费 我们的 现在孩子生下来了 母子平安 您好好照顾他 谢谢啊 谢谢 沈总 我们是不是该给王和亲 打个电话啊 是啊 我也在想 小姨 要不这样吧 你去给他打一个 喂 林导 洪颖她生了 母子平安 你快来医院吧 好 怎么样 电话打完了 她马上就到了 好 沈总 我知道这段时间 你心情一直不太好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尽管说 千万别客气 小姨 小姨 谢谢你 领导来了 领导来了 我先走了 我和你一起走 我们先走了 你好好照顾他吧 嗯 咪 我去 好紧 来来来 我来扶你 躺不躺 你怎么来了 高晓音给我打电话了 是个男孩 挺健康的 我知道 我知道 你一定要好好休息 对了 我妈也在深圳 如果她知道你生了孩子 一定特高兴 老金 有个事情 我仔细考虑过了 考虑什么了 孩子的归属问题 如果我要的话 你可以经常来看 但是如果你要 我将你带着 可能挺困难的 可是你知道我妈 你让我多陪孩子几天 你能让我多陪孩子几天吗 那你能让我多陪孩子几天吗 你能让我多陪孩子几天吗 不要 找到你们孩子一起回来 我们分开都那么久了 另外 我知道 我知道 你不用说 其实我就是 我说这个话我想了很久 但从咱们第一次见到今天 我相信你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情 你竟然那么相信我当初 我说那么多了 我觉得你今天的这些话 没有仔细考虑过 发生了那么多事情 我们怎么可能回到总结呢 不管咱俩之间发生了多少事情 不管咱俩之间发生了多少事情 也不管咱俩分开了多久 但是在我心里 只有你 除了你 没有人 没有任何人 尽为我 可是我们分开的日子 我身上发生了很多事情 有很多改变 有很多改变 可能是 你连想都想不到的 怎么可能 说回去就回去呢 让我们再试试 再给咱俩一次机会 再给咱俩一次机会 我们不说这些了 好 好吧 那我跟孩子在家等你 我一定会等你 你 好几年 你忙啥你去 才回来 快快快 你也没事了 你忙啥嘛 才回来嘛 我去医院了 医院 咋来不舒服呢 我没事 你咋了吗 洪颖生孩子了 她说我跟啥关系 吃饭 碗是我的 还是个男碗 碗是你的 还是个男碗 哎呀 这这这 那我妈这是搞型的 还是糊涂你看 这这这 哎呀 您行 这这这 红尹做月子给她 做点什么好吃的呀 卖这鸡 兑叶糖 我给她送去 您先别去我送我 哎呦我呀 我给你爸等孙子都攀缝了 咋弄不齐嘛 行行行 你别跟我一起去 快走走走 拿碗 看重了 是哪有错呢 嘿嘿 这还你爸搞型了 妈来了 红尹 做月子吧冬凉水啊 嗯 哎呀 没事了 哎呦 回去让你也 买个羊 给我挖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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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违法的 违啥法 保自己孙子 违啥法 哎呀您不懂这是法律 懂啥你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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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回 哎 算了 妈妈 算了 妈执意要抱走 就让她抱吧 你是单纯 你知道 这是妈姨的心吗 来 红尹 你先把你躺下 你先很虚弱 来 来 来 你跟妈说 我尽量去看孩子 妈再一抱 可能就抱回老家去了 给我一个吃点 我把孩子的 主意事项给你写清楚了 给我一个吃点 我把孩子的 找你的意思吧 红尹啊 别哭别哭别哭 你先身体要紧 妈 您听我把父亲说的 这话说完 说啥呢 说啥呢 咱是这 咱把孩子给红尹送回去 你这是疯了 我跟你爸就瞪着要这顺子 抱个谁 您不知道 您把孩子抱走以后 那红尹哭得跟什么似的 我看心里特难受 嗯嗯 摸出去我秧子去 难怪人家说 心软的男人一世穷你 哎 你也是个男人嘛 你咋真心软的心 哎 妈呀 这是 心里还想着婚人 那好吗 你心里想着她 她又该挖 把她从医院接回来 住在咱屋里 妈给她熬吉他 让她好好的喝 喝了给咱奶娃 哎 她既然心疼啊 她就挨你嘛 对不对 妈 来来来来 把舍了 快去 给我买奶粉 让个娃好好吃 吃了给奶奶回 哦 快起起啊 哦 吃了给奶奶回哦 啊 进来啊 怎么还不睡啊 嗯 睡不着 还没看完呢 孔爷 我知道 这些天 有很多新事 孩子都生了 别想那么多 好 好 你敢想一想 往后咱们的日子怎么过 我以为我想好了 可是没想到 孩子抱走之后 我心里会这么难过 这应该就是 他们说的那个叫什么 产后焦虑症吧 每个产后都这样的 不稀奇 其实 别说你了 又是我吧 你觉得我突然间没了 我看起来都那个 不太习惯了心里空落落的 真的 哎 你要是喜欢小孩 那以后咱们生一个咱们自己的呀 对吧 对吧 红颜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你跟我走在了一起 说句心里话 好 我真的很担心 真的 现在咱们的日子好过了 一切都过去了 我不能 再让你跟着我担心手吧 从现在开始 你就在家里 好好享受你的幸福 外面的是有我 啊 啊 好 再给我一点时间吧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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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回家在哪儿睡觉吧 别乱说了 我想去吧 你干什么呀你这事啊 不想活了 怎么了 这时候怎么能用凉水呢 没事 说温水 温水也不行 这活就不应该干 好好休息休息 注意身体 我知道了 对了 我想起来了 那个保姆一定要找 别再劝我 那好啊 那我就回公司做点事情 那也不行 找保姆不是这个意思 你还在家里 有些粗活让保姆干 你就好好休息一下 没事的话你就逛我街 是在无聊跟隔壁 隔壁那个张姐他们 那帮人打打麻将 我可过不惯那种清闲的日子 要是每天那样的话 我非得闷出病来不可 那也行 那你就在家里看看书 对了 可以上网啊 好 我听你的 谁让你是我的白马王子呢 又来了 我跟你说 其实我知道 你想出去做点事情 可是这时候不像以前了 外面怀人很多 一个女人家 跑到楼面有时候不太方便 如果你真的非常想做事情 有个条件就是 我带着你 好 小姨 在二楼 等一下完了还有个领餐会 好 接电话 喂 思忠啊 我刚看见你和吴红颖进来了 对啊 我们行业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谈判的时候 最好不要带自己的女人 我作为朋友 作为下属 我想提醒你 好 那你跟高雄也说吧 沈董 沈董 您像是一个公司分明的人 这种场合适不适合带她来 您自己决定吧 行了行了我知道我知道 别说了啊 弄到废话 喂 怎么了 刚才他们打电话说那个 今天在的 都是一企业老子 没有人带家属 我知道了 那我先回去吧 对不起啊 没事 我帮你叫辆车 根据市场的现状 原料的价格是突飞猛涨 我们不能以过去的原料价格 给你们供货了 如果你对我们生产厂家不信守合同 不如期的提供原料 造成工厂停产 你们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如果你们不同意原料涨价 那我们只好停止供货了 你涨价的依据是什么 如果你要拿不出正规的文件 我们可以拒绝的 我们依据的就是进货单啊 市场那么大不是一家垄断的了的 你们随意给厂家抬价 厂家没了利润 我员工怎么生存 我拿什么上交国税 我又怎么去给总公司交代呢 现在的市场形势 您知不知道 原始的地方也开化了 外地的人都到那里去搞药材 原料能不涨价吗 那不是说市场一涨 你们就可以漫天要价的呀 现在的报价你不同意 就终止谈判 您的意思是要迫使我们停产 我们可不承担你这个责任 需要原料的可不止你们一家 停产了还有其他生产厂家 您说的对 那供应原料也不止是你们一家 对吧 你深圳的不供有东北的供 东北的不供有广西的供啊 我们也可以搞一条楼 在这些地方设接收点 那就接收的接收生产的生产 好 那我们可就把原料拉走了 我说领导 咱们真的要在外地去搞原料接收点 我们只是欲情故纵 他们给我们来这一套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我早就准备好了 那咱们直接进原料 专业人员从哪找 我们去市场上找价位合设的原料 用原料供应商中间的差价 高兴聘请 喂 喂 喂 吴总 您身体怎么样啊 喂 猪会计 挺好的 有什么事吗 我被公司开除了 但是我想把公司的情况给你反映一下 你说什么 你被公司开除了 那你现在在哪儿啊 朱快姐 这件事情这么严重 你有什么证据呢 不错了 could've been living in the mail 你给我先把公司开除了 这个收款收据 这是他们的项目收入账目 还有 你看 这个明细表 这是他们的项目支出账目 你看吧 猪会计被开除了吧 你给我拿一下 猪会计的事我知道 杨仁玲跟我说了 我告诉你 这个猪会计也不是什么好人 报点假账什么的 我以前就知道 那是杨仁玲他们自己有问题 还说人家 猪会计也不是什么好人 不是 杨仁玲 那天我来打卡机核对人数的时候 我就有感觉了 民工的人数肯定是一百一十三个 打卡机是准确无误的 哎呀有些具体情况你不了解 人肯定不准那些 那我核对的工程量难道有错吗 对了 你那个核对的单子 当时为什么不给我看一眼 我生完孩子去找那个单子 就不见了 但没关系啊 我可以重新核对 欧阳 想起来了 你这刚生完孩子啊 这还没出月子呢 别想操心啊 万一这身体落个什么病根 以后我怎么办 你还要给我生个胖小子呢 我跟你说正事呢 你怎么打岔呀 我也跟你说正事 行了行了 别老卫生叹气的吧 可必呢 还有 别老管我 我这么大人了 你说我多不幸啊 小的时候给爸妈管 当学生的时候老师管 工作的领导管 现在好了 当老板了没人管了吧 你又来了 而且比那几个 加起来管得流言 你说我怎么活呀 你不想让我管是吧 你以为家长的角色好当啊 又得知冷知热 还把孩子走歪了 这负担还重着呢 哎呦哎呦你看你委屈了 来来来帮帮帮帮帮啊 哎 哎 黄雅 就这么着吧啊 一切放宽心啊 他手 你这样 我自己给我 就能安排 腾 为了我们未来 不用了 不 你 我在武咒的时候 可是从来不插手男人的时候 杨总 你说是不是 是啊 你说说看 那时候咱们三个合作多好呢 现在他们 把公司搅的是一塌糊涂 沈子忠也是 刚挣点钱就买一别墅 你说说看 我从公司拿那么点钱 这又算什么呀 吴红颖就是爱产能 他想夺沈子忠的权 管住公司所有的事了 早就看出她 是个野心勃勃的女人 这你算是把她看对了 必要的时候 你得给沈董悄悄警钟 不过说话得注意方式 所谓当事者迷茫 弄不好沈董还以为 我们要破坏人家感情呢 这点你放心 最了解她的人就是我了 自从吴红颖发现人头的事以后 就派朱会计寄我们的黑账 朱会计已经被我们开除了 这个问题不大 不过 我们要继续先入为主 明天你就去会计事务所 把我们做的假账拿给沈董看 我们要一口咬定 朱会计做的才是假账 啊 这账本怎么回事儿 自从啊 你都老江湖了 还能被这种假象蒙骗啊 这是本对外的账本 对内的呢 朱会计出了点问题 不又给开除了 我和高晓影商量了一下 账本放在高晓影那儿 比较可靠 好 等新会计来了 再叫他给你仔细地汇报一下 喂 高晓影 你到沈董办公室来一下 把对内那个账本拿过来 叫沈董看一下好吗 好 沈董 这是公司的账本 你谁都相信 为什么就不相信我呢 你看你说的什么话呀 我不相信你还相信谁 可这个事情真的是有问题 杨若玲说的跟事实出入很大 朱会计给我说了之后 我去工地调查了 好了 你别说了 我也调查过了 我心里很清楚 红颜啊 这个事你别插手了 你要再插手 那就变复杂了 怎么复杂了 人际关系变复杂了 这跟这有什么关系啊 我听不懂 当然有关系了 我告诉你 我办公司办了这么多年 也许其他道理我没有搞清楚 但是有一点 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 我搞得彻彻底底非常清楚 那就是水清则无鱼 水清则无鱼 知道吗 那就是说 他们在背后捣鬼 你心里清楚得很啊 你心里清楚得很啊 你觉得呢 我跟你说啊 杨维林这个人啊 我们俩已经认识了二十多年了 杨维林是我的朋友 她是我的哥们 作为朋友 最重要的首当其冲的是信任 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 也非常重要 好多人意识不到这点 那就是包容 任自中 你不要忘记古时候一根针的故事 哪跟哪啊 杨维林 她没那个胆量 你太自负了 我这叫自信 我跟杨维林二十多年的哥们的 我太了解她了她有什么毛病 我比她爸妈还清楚 杨维林这个人啊 本质还是非常好的 工作也很努力 也全心全意为了公司 这点你都看在眼里嘛 但是 她是个人 人没有十全十美的 都有缺陷的 各种各样的缺陷 杨维林的缺陷 就是迷点小钱 可是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者 领导者 要懂得欲人之处 其一的领导者 要善于发现员工身上的缺陷 发现了还不能算 还要善于把这种缺陷 转化成一种生产上的动力 杨维林占了便宜 占了便宜怎么来这 占了便宜卖乖 卖乖体现在哪儿 她要表现的工作非常努力 她要通过她的工作努力来掩饰 她占小便宜这一点 她要做给我看 她要掩饰她占了便宜这一点 那对于我们 她占的那点小便宜 都是在我预算里边的 都是在我的掌控里边的 我已经考虑进去了 我就是利用她这种贪心 把她的工作机器性调动起来 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了吗 这就叫领导的育人之术 我知道你有很多道理 我也知道你有很多道理 我都不明白 我看我是不是太多余了 以后你就会明白的 而且你一点不多余 你不明白 你不明白 但是你会不明白 我不用思考 你不明白 你们要不明白 自己想见 我都不明白 我都不明白 我和包我藝衍 你准备了 你给我找了 我胡帆欠 这也是我安逸的原因 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 你别生气 你现在跟杨远玲他们关系 搞得热耳僵 我只能委屈你了 这段时间 暂时不要去公司了 等我把整个事情搞定之后 你再来 行吗 沈思忠 我告诉你 我可以不要公司的股份 但是这个公司 是我们一起做的 我对它有感情 这个公司的事情我不可能不管 你看你 怎么又说到股份了 我什么时候说我可不给你股份呢 这公司就是你的 也是我的嘛 我们两个人的 我只是说 暂时这段时间你不要来了 我又没有做错事情 我为什么不能来 如果一个人的智力 不能驾驭他的财力的话 公司迟早要走下坡路 行行行 我智力比较低 那这样吧 我是公司的最高局势者吧 你承认这点吧 那如果你要承认的话 我以这个身份 来决定这件事先 你能接受吗 好 希望事实证明 你的角色是正确的 好 这女人讲道理真是说不清楚 少喝点啊 没事 我是真怀念我们以前 你知了 我和沈子忠 我们俩是从小一块长大的 那跟亲兄弟一样 亲兄弟 他小的时候 家庭条件不好 我一有什么好吃的 我都给他留一份 对不对 沈子忠 有这事吧 对对对 对对对 等我们大了 有一天 他说要做生意赚钱 你猜他还说什么 他说 做生意赚的钱以后 要把街上所有的流浪小孩 叫来一起吃 随便吃 吃饱 我还记得 你做的第一笔生意 像个反烟 那会儿 我二话没说 我跟着他就去人难犯烟了 现在人家成了大老板了 把我们兄弟的感情 草都忘了 都是吴红友这个臭娘们儿嚼的